今天跟大家讲讲 中国有个超级大型的水利建设工程可能会展开 一搞定这件事 可能会扭转整个中国国运 今集跟大家讲讲这个重要项目 红旗河工程 整天Sell 你们Sell 和口水干VIP 会员都没有突破性的增长 其实你们有没有加入 首先本集的资讯要多谢我们的网友提供 因为我有位观众叫程芳卿 经常在Facebook 和我交流很有用的资讯 经常给了很多信息给我 说快点讲一下这个 今集的资讯是因为她早几天跟我说 Laurie 有件事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中国这么大的水利项目可能要剪开 他发了一条片子给我看 这条片子有我认识的面孔 因为是我看的频道的博主叫Albert Yip 一位前辈 经常讲一些国策科技方面的资讯 同场也有我认识的另一位前辈 中文大学的师兄曹宏威博士 他们几位前辈讨论到中国这个很大型的水利工程 刚好这条片讲得很精彩 但不是很多人看 只有千多人看 所以希望借着我们频道的影响力 希望能帮到一些很有知识的内容的频道 去推广一下 这个内容到底讲些什么呢 首先要讲讲中国的版图里面的一个状况 曾经有一个地理学家叫做胡焕融 在1935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胡焕融线 就把中国版图像这张图那样剪开了两边 一边是红色 一边是黄色 红色的地区就是中国的东南面 它也是主要的经济区 现在中国其实这个43.8%的版图面积 是住了95%的人口 也占了95%的GDP 而西北面这个黄色的版图 只不过占了国家里面6%以内的人口 当然经济发展也不能够和东南面的相比 所以大家其实去的地方旅行 最繁荣的地方都是东南面的 西北面也叫做大西北 就是上代开发的 但是西北面曾经都是草木繁盛 很多动物成群 你会看到它的矿产量很丰富就会知道 只不过近年是有很严重的沙漠化的趋势 因为西部地区长期的水源都不足 也都是直辟稀少 水土流失严重 所以近年沙漠化的形势很严峻 譬如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的时候 我们国家里面 沙漠化的面积是每年增加1500平方公里 但是去到80年代的时候 是达到2100平方公里 去到90年代甚至是3460平方公里每年 所以沙漠化的趋势一直向东南边蔓延着 也在侵蚀着我们经济的区域 为什么会出现沙漠化呢? 是因为地质变迁 以及过往人为一些对自然资源 不太合理的开发和应用 令到生态恶化 所以西北区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凋零 等于其实接近六成的中国面积 没有什么经济的活力 这是国家发展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也是因为这样提出了红旗河工程 红旗河是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 过往中国的水利工程都做得不错 近年有一个大家都听过的成功例子 叫做南水北调 这个是来自毛主席的时期 1952年的时候提出的 他说南方的水比较多 北方水比较少 所以应该是借一些南方的水调 北方给他用的 毛主席说过这件事之后 中国的水利官员就开始研究到底 就是南水北调的可能性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去到2013和2014年 南水北调终于有一些成果 就是他们的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 正式通水 至今累计是调水调了400亿立方米 总投资金额是5000亿人民币 而今次这个红旗河的水利项目 可以说规模更加大 因为它的概念就是 这个撞水入僵 因为中国的青藏高原 其实是我们的亚洲水塔 它引入了很多条很重要的江河 包括雅鲁藏宝江 鹿江 蓝仓江 长江和黄河等等 很多条江河都是来自于青藏高原 但是这个亚洲水塔 一定是没有遗及青藏高原北坡里面的西部地区 而这个青藏高原的流水量是非常充沛 但是利用率就非常低 譬如说这个雅鲁藏宝江 每年的出境水量是1600亿立方米 但是开发的利用率是低于1% 而这个鹿江和蓝仓江的出境水量 是超过700亿立方米 目前被开发利用率也不足3% 所以说其实那个可利用的空间 发展空间还非常大 只不过是怎样把它搭通去干巷的地区 那这个也是雄鲁藏工程被提出的原因 西部发展的生态对中国的未来国运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个雄鲁藏成功的时候 沙漠化问题可以解决得到 70%中国的土地将会受到水利灌溉 现在中国其实是迎难而上的 除了它要抵抗沙漠化趋势 也要反过来建立更多的陆舟 所以这个工程也被称为 人类历史中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到底中国这个基建狂魔搞不搞定呢 之后就会有分晓了 这个行动有一个行动代号 叫做S4679 S就是水的简称 4是指4万亿的成本 即4万亿人民币要放进去 6是指水量可以达到每年600亿华米 等于黄河的水量 7是指项目所跨越的七大的流域 9是指工程覆盖的9个区域等等 这个红旗河全程将会是6188公里 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我们现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 都是6387公里 即是等于红旗河要在中国挖另一条长江出来 你说这个是多么激进和多么困难的一个项目呢 红旗河将会由海拔2550米的瓦路状曝江开始 沿途流经路江、南沧江、金沙河、雅龙江、大渡河、文江、惠河、黄河 然后再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 过程中还会分三条支线出来 包括入延安的洪延河 向来蒙古和北京方向走的莫北河 向吐哈盆地的春风河等等 整个运河都是以这个降波为前提的 即是水流一直会由高位一路自流的方式 就流到低位的 可以将这个珍贵的水源一路流入西北和新疆 4万亿这个人民币可以说是极为庞大的开支 等于当年2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中国整个国家的救市措施这么多钱 但如果能够抵住困难真的做得到的时候 这个投资回报是非常大的 红旗河将会带来每年600亿立方米的淡水 可以令到国家增加100亿某的农地 亦都会养活多6亿的人口 西北地区如果有水源的话 工业亦都可以发展起来 新疆将会成为中亚地区的经济中心 一带一路的贸易量亦都会大幅提升 西北地区甚至可能成为塞外的江南 如果西北地区种植了大量的植批和植物成为绿洲之后 亦都会为中国的减排作出很大的贡献 令中国可以更加快地达到炭中和的目标 这个远景是非常值得令人期待的 所以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提到Albert Yip的频道这位前辈频道 其实他们几位的前辈都用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知识 讨论这个红旗河到底可不可能去进行 他提到一个叫做红旗管的概念 就由这个阿掌先生的Lawrence说出来的 Lawrence提到红旗管的成本会更加低 而管道的好处就是水的蒸发就会比较少 势能可以保持亦都会造成较低的浪费 他说得比较精彩 之后就由曹黄威教授留言 在这件事里面会有些国际法的问题出现 还有一些国际间可能有些反对声音等等 而事实上印度对于中国红旗河工程非常反对 因为他会觉得中国有机会以水利作为武器 突然断水 他甚至威胁说如果你够胆搞的话 我就军事阻止你 几位前辈都讨论到红旗河的困难之处 以及很多的问题解决 也将他们想到的方案发给中国水利方面的官员 大家进行沟通 大家可以上他们的节目看回 我看到不同的学者和前辈都会对这件事 提供他们的意见和出谋策划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所以希望借这个节目都帮他们普及一下他们的知识 值得鼓务的是最近谈了几十年的这个项目 终于是有些动静了 看到内地很多新闻提到红旗河即将要开始动工了 到底是否真的呢 这个我就没有相关很确切的消息 如果大家知道可以在留言区补充给我的 下次谈 今天跟大家讲讲一间我挺喜欢的公司就是WeWork 不过就是关于它破产的消息 刚刚11月6日就是他向新泽西联邦法院 申请了这个破产保护令 也都是宣布破产 而这个Adam Newman 他因为很懂得玩这个资本游戏 所以就是成功卷款走人 金蟬脱鹤自此过上美好的人生